Hello Hello 各位网络达人们大家好 最近日本给太平洋泼了一大桶的调味料 引起了全世界吃货们的热议 大家是觉得太平洋的味道太平淡无奇了 这个大和民族要给大家来味增一下 大家的口味都不太一样 美国表示我口味重 这个调味料调的是刚刚的好 还表扬厨师公开透明 有点像吃日料 厨师当着你的面捏手卷 感觉还挺好的 西方各堂主拿一看 人家屎盆子都已经扣到你脸上了 还一脸的享受 纷纷表示老大勇气可嘉 小弟无发可疏 向来味道清淡的中寒嫩就不一样了 这头刚刚是下料 那头都已经辣得直跺脚了 今天我们就来捋一捋 神仙打架 我们这些小老百姓应该知道点啥 当然这锅大和味增汤 味道好不好 完全是主观感受了 你只要不喜欢 当然可以不买账了 谁强迫就是谁不对了 但是能不能喝这个问题吧 那就是客观问题了 既然是客观问题 当然是有专门的营养学家 病理学家之类的 专业人士和机构来评估了 由于这个调味的原料有点特殊 村子里面专门有这些协会 来监管和规范这些东西 这个协会的名字就叫做国际原子能机构 不管你用来做老干妈还是范嫂光 但凡你只要碰这些材料 就必须受这个协会的管制 所以如果我们想看看专家的意见 找他们是肯定没有错的 那么这个国际原子能机构 是怎么来点评这锅和料汤的呢 来看一下他们的官网 在7月4号发表的一篇文章 标题就是 国际原子能机构认为 日本向福岛海域排放处理过的水的计划 符合国际安全标准 文中还有详细的说明 结论就是 这锅汤的味道纯正值得拥有 还不忘安利一下给其他的从业人员来借鉴 关键词就是两年评审安全 来头那么大 专业性是毋庸置疑的了 但是这两年的评审下来 他们到底是在干些啥呢 文中后面有提到 两年来工作组对日本进行了五次审查 发表了六篇技术报告巴拉巴拉的 没看懂是吧 正常 等于啥都没说呀 我们可以来看看Nature的官网 这个Nature是各路专家大咖们展示才艺的地方 其中有这么一篇文章 大概可以概括一下我们前面的问题 关键词就是过滤稀释安全排放 对此海洋生物学家罗伯特·李士满有不同的意见 他表示穿会在鱼类里面沉积 然后大鱼吃小鱼 相当于把稀释后的穿又收集起来 最后稀释等于是个笑话 日本的回应是 实验证明鱼类体内的沉积穿 不会超过环境的含量 关键词就是无防 英国普兹茅斯大学的环境科学家 Jim Smith 认为这对太平洋沿岸国家造成的风险可能 可以忽略不计 本来对于潜心研究科学的大科学家 我个人是无比崇敬的 但是Jim Smith的言论 自以为他的观点主要来自于比赖 他说 英国的海沙姆核电站和萨拉菲尔德核燃料加工厂 每年都会向海洋排放400到2000泰贝克勒尔的川 而日本的排放计划中 西市后的核废水每年释放的川含量将少于22个泰贝克勒尔 不过有一说一 虽然说是比赖 要这么比的话 日本的排放确实是太平淡无奇了 好吧 我都输手 既然你拿出那么多的数据 我就只好沉默不语咯 BUT 这个时候就要用到BUT了 就算是技术上看起来OK 但是执行上不不OK呢 也就是说配方看起来是可以的 但是你这个厨师信不信得过呢 未来的事情咱都不好说 信不信得过只能看你以前做了什么 这就要看看这些原材料到底是怎么生产出来的 接下来就用五分钟的时间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锅大和调味料的制作过程 2011年3月11号下午2点46分 BUT的一声 日本东北海域拉开了日本大和调料的制作序幕 九级的特达地震是日本史上最大的雷了 整个日本都在瑟瑟发抖 其中最令人恐惧的是距离正中心178公里的福岛 因为那里有两座核电站 其中一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东京电力的福岛第一核电站 福岛核电站有六个核反应堆 当时456号停机 123号正在正常运行 站长吉田昌廊 慌得一批 好在核电站在设计的时候就已经加入了应急措施 在地震余波到来的时候触发了自动截停措施 简单理解就是用一个控制棒让反应堆里面的核燃料不再进行裂变 但是已经裂变的核燃料还会继续发热 所以就需要冷却系统继续工作使反应堆降温 否则会把反应堆烧穿导致核泄漏甚至爆炸 然而由于地震损坏了电路 核电站停电了 核电站停电岂不是搞笑吗 设计师当然不会犯这种低级的错误的 早有准备的柴油发动机在这个时候就派上用场了 福岛核电站扛过了强烈的地震 算是顺利的通过了第一关 接下去的故事你会发现天灾虽然可怕 人祸才更令人恐惧 虽然九级地震是日本史上最强 但是震中心在海里 船到福岛已经没有那么可怕了 事实证明福岛核电站的防震措施 做的还是挺不错的 现在唯一担心的是随之而来的海啸 核电站领导一方面担心设备进一步损坏 另一方面也担心人员的安全 正在纠结时 日本气象部门发布了海啸预警 海啸到达福岛时预计三米 听到这个消息 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因为核电站的防护堤超过了五米 只是剧情稍稍有些变化 地震发生五十分钟后 下午三点三十五分 海啸如约而至 辅导核电站的人们看到后直接吓傻 海啸的体型比剧本里面写的足足大了好几倍 人或许可以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躲避 但是正在拼命工作的柴油发电机是跑不掉了 十几米的海水一拍下来直接都瘫痪了 于是核电站又陷入了停电的尴尬境地 没了电冷却系统就罢工 滋滋作响的反应堆 感觉就是随时要炸 第二套应急电力系统续电池接力了 电力虽然坚持不久 但至少可以为原旧工作争取时间 战场吉田赶紧给总部打电话请求增援 东京电力立即派出应急电源车赶往福岛 正常情况下 230公里的路程 三个小时怎么地也到了 但是别忘了刚刚地震了 路面上的损坏 还有各种障碍物 再加上老百姓也慌得一批 车队出发后没多久 就躲在路上 这个时候 眼看着自己是去不了了 抢线工程师打电话 提出了一个方案 灌海水直接冷却 就这样 被东电的领导直接否决了 这是东电第一次措施良机 当然他们这么做也不无道理 核电机组每一台的造价都是几亿美金 怎么可以随随便便的拿海水去泡呢 更何况福岛核电站的附近还有一个兄弟单位 东北电力 这个兄弟很给力 在接到球员后很快就组织了新的抢线队员 开着电源车赶往现场 虽然路途艰辛 但好歹晚上十点多终于到达了核电站 正在大家满心欢喜迎来胜离曙光的时候 一个问题让全场人的笑容都僵住了 那就是电源车怎么接入冷却系统呢 在这种情况下 实在没有办法只能拿出图纸来当场研究 当他们终于把电力接入到冷却系统时 蓄电池的电力早已经耗尽了 冷却系统停工已经一个多小时了 系统里面的冷却水就会因为太热而变成了蒸汽 想要重新启动只能重新注入冷却水 但又因为蒸汽压力太大 冷却水根本没有办法注入进去 到了这个时候 总应该用海水浇灌让反应炉降温了吧 No 在保财产还是保财产之间 东径电力选择了保财产 打开压力阀泄压 坚决抢修冷却系统 那可是富含核辐射的蒸汽 直接排入到空气中 但凡考虑过路边的花花草草 都不会这么决定的 更何况福岛还住着200万人呢 这个时候日本政府也知道了这个事情 一番扯皮追责之类 把首相兼职人弃得直奔现场 但对于排蒸汽的提议 政府也舍不得那几十亿美金 只好拿普通老百姓的命来赌一把 但此时的自动泄压法已经无法打开 于是就动员了一批人 两人一组做好防护措施 纷纷进入去手动打开泄压法 这就是后来大家都知道的福岛五十四市 在这次任务中 其中有一组进入到一号机组的人员 还没有到达任务指定地点就撤退了 因为他们随身携带的计量仪显示 辐射高达一千毫西服 这里要说明一下 普通人一年内遭受到的辐射量 安全值是在两个毫西服以下 那从业人员不可超过五个毫西服 一千毫西服一次性给租 这个震慑性有多强可想而知 于是他们就果断撤退了 不过对于泄压任务来讲 确实有他们没他们还真没什么所谓 因为其他的阀门都已经打开 蒸汽的压力已经降下来了 接着就是注入水 重启浓气系统 到这里 东电用排出污染空气作为代价 暂时保住了核电机组 尽管是磕磕盼盼 这第二关也总算是闯过来了 然而负责现场的工程师们 并不这么认为 高达一千毫西服的辐射量 证明反应炉已经融传 果然当天3月12号下午3点多 鱼正来袭 一号堆心一触即发 BOOM的一声 一号反应堆直接炸了 瞬间整个核电站笼罩在核辐射中 事情完全脱离了掌控 由于担心核电机组的损坏 不肯用海水浇灌降温 耽误了时间 导致一号反应炉涌毁爆炸 对于东电来说 没有什么事情是比这个更糟心的了 如果一定要有 那就是爆炸的时候 顺便把辛辛苦苦开过来的电源车也给炸了 核电站又停电了 冷却系统再次停发 一号的牺牲对于三号打击很大 机组负责人发现状况不对 再次请求用海水降温 东电领导再次拒绝 日本政府也不断地向东电施压 要求立即解决 东电领导最后才咬牙同意海水降温 这是第三关 以一号的牺牲作为代价 剩下的反应炉 终于可以迎来干磷 凉快凉快 但这一切都已经晚了 3月14号上午11点 蹦的一声 熟悉的声音 熟悉的味道 三号机组因为长时间在高温下 产生了大量的清气 火苗窜到了隔壁的二号机组 与此同时 消防车也燃油耗尽了 这么下去 爆炸也是眼门前的事 接二连三 被现实按在地上摩擦的东电 此时已经是死猪不怕开水烫了 这个时候爆炸了 好 尤其让爆炸来污染地球 不如我主动投降 直接打开反应炉 这里要解释一下 与五十死士不同的是 之前排放的是冷却系统里面的蒸汽 如果说那些蒸汽会影响人们健康 那么这一次就是直接杀人了 虽然 但是事态已经发展到现在 弃居宝晒可能是唯一正确的办法 总之不能眼睁睁地等着看烟花吧 打开反应炉 二号机组算是保住了 但是过量的清又跑到了四号机组 最后四号还是炸了 至此 东京电力平实力 一次又一次的完美错过了每一个最优简 最后把福岛核电站升级为全球为二的七级事故 在事故后续的调查中 扒出来的证据显示 东京电力曾多次篡改数据 安全检查作假 事件就是这么一个事件 事态还在继续演进着 爆炸后 集廷用的控制棒已经不起作用了 核燃料还在不断的反应 唯一能够做的就是等它自然停止 这个过程需要几十年 在这个过程中 只能不断的用海水浇灌降温 于是就有了现在一百万吨的核沸水 现在日本说 他们有安全的办法来做大核味赠汤 配料是公开透明 专家认定 但是 这个熬汤师傅 你还信得过吗 我是Tim 感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关注 拜拜 拜拜